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大地 诸侯割军战争不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开始 古人们迎来了世界文明的最高峰 两千年后 以此偶然的考古发掘 一支诸侯国的庞大乐团浮出水面 精准的乐音 媲美钢琴的音域 使它成为古代乐器之王 人们一直在寻找着 关于这个音乐国度的历史信息 2016年7月26日 扩建后的湖北省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一大早就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客人们 编中馆一向最受人们欢迎 陈列的曾侯以编中 更是湖北省博物馆的正馆之宝 首先请欣赏编中鱼谷乐队《楚生》 编写了许久的编中再次香气 穿越时光的钟声 向世人讲述着两千年前 一个诸侯国的音乐盛宴 1978年 湖北省隋州市雷古敦 空军雷达修理所在扩建厂房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 立刻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当时我参加法学的时候 年龄还很小 只有21岁 我第一眼见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不光是我们刚参加工作的 还是老一辈参加工作的 都没有见过规模如是大的墓葬 或这样奇特形成的墓葬 去除表面的这些封土层 一些大的石板 然后就看了一个巨大的 它两百多平米的这个墓口 都很清晰了 初步勘探 这座大木木坑东西长21米 南北宽16.5米 总面积220平方米 当我们把锅盖板全部截开以后 说露出来全部是满锅的集水的时候 看不到里面任何东西的时候 大家当时有失望的感觉 这么大一座墓葬 怎么没有东西呢 原来是这个木的锅很深 那么在这个抽的过程中 渐渐就看到了一些 水下的一些黑乎乎的一些影子 原来可以看到三条 这个长方形的条状音 那么后来就打听到 他们说是发现了一套边钟 那是很震撼的 你要想到65件边钟 除了有少量的边钟 有陀螺为外 绝大多数边钟 依旧按原样挂在钟架上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发现 这个时候大家才感到 有一种兴奋感 就是这种木的很好 一定会有一次重大的发现 65件青铜边钟分三层 齐整地悬挂在铜幕结构的钟架上 其中最大一件重大200多顷刻 整架边钟毫无修饰 仍然闪耀着青铜的光泽 他们与锦绣细摇仪容端庄的青铜武士 齐齐托绝的彩绘大梁浑然一体 如同一尊巨型的雕塑杰作 编钟是古代的一种乐器 凡数出编钟的末章的话 一般而言的话 等级和他生前的身份的话 都是很高的 大致也可以确定 他的这个年代 应当是在战国时期 钟一个称单 两个称双 三个就成为一个编组 人们按钟的大小 音率 音高 把钟编成组 制成编钟 我国是铸造和使用编钟最早的国家 出现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 兴起于西中 甚于春秋战国 直至秦汉 随着青铜器冶炼技术的成熟 编钟数量也逐渐增多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像雷鼓蹲出土 规模如此巨大 保存如此完整的编钟 还是头一次发现 黄凤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这座随州雷鼓蹲大墓 是他从事考古工作以来发掘的第一座大型墓藏 那么从这个广国行之上来看到 我们看到一共四个市 其中东市这一块就是放祖官的 以及早量的陪葬官 那么中市主要放编钟和这个领约器 西市主要放的巡人 这个巡人的一共是13巨 北市主要放车马器 以及竹简 经过发掘清理 墓中共出土了锂器 漆器 金玉器 兵器 车马器和竹简等 共一万五千余间 其中乐器出土了边钟 边庆 琴 色等一百二十多件 不少在世界考古史上是首次出现 雷谷敦文物清理完毕后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组成的专家小组 为编钟进行了测音 当年24岁的冯光生也在专家小组当中 这套边钟它都是双音钟 所谓双音钟呢 它就是一个钟体可以发两个不同的声音 敲它的中间我们叫它正鼓步 敲它的两边叫侧鼓步 那么正鼓步可以产生一个声音 侧鼓步可以产生一个声音 由两端圆弧组成的合瓦型 使一键钟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基频 两种振动模式交叉叠制 于是分别敲击中的正鼓步和侧鼓步时 就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 不仅如此 这套边钟的音乐和音列也给音乐专家们带来惊喜 你像这个音它上面有标音 它写了个纸 它正好就是现在C调的SO 简单的说就是钢琴的最低音这一段 比它少一个八度 最高那一段也少一个八度 这套战国边中的音域 比现代钢琴仅少了两个八度 它的诞生却比钢琴早了两千多年 惊喜之余 问题也随之而来 究竟是谁造就了这个音乐史上的奇迹 青铜器上一个名字的多次出现 给出了答案 在青铜器 礼器 兵器以及边中上面 曾后宇的名字多大 两百零八次 所以如此之多的同一个人民 在如此之多的青铜器上见到的话 这足以可以判定这座莫里莫主人 就是曾后宇 显示身份等级的九顶八轨 解开了莫主人的身份之谜 按照名字推断 曾为曾国 侯指诸侯 那么这位名为乙的莫主人 正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国君 不过 这个被称为曾国的音乐国度 却给考古人员出了难题 曾后宇边中出土于湖北省隋州市 隋州地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交汇地带 是南北文化融合之处 被称为炎帝故里边中之乡 战国时期 隋州境内只有隋国和俄国 考古人员翻遍史料 也没有找到任何与曾国有关的文字 这个音乐国度究竟在哪儿 它又是如何创造了辉煌巨制的曾侯仪编中 2010年底 湖北省隋州市野家山 当地老百姓凭整土地时 意外发现了一批青铜器 时隔33年 隋州又一次大量出土 刻有曾 曾侯明文的青铜器 考古人员立刻对叶家山目的进行发掘 1978年发掘曾侯仪墨 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那么这一次发掘叶家山 我是作为一个领队 幸运的是 我这一辈子基本上都跟曾国在打交道 从我参加工作去 一直将到我临近退休 但是曾国的这个研究 已经从七八年相比 有了重大的这个突破 黄凤春初步判断 这是一个西州早期高等级墓葬 随着墓坑中大量带有 曾侯剑明文的青铜器 以及象征国君身份的礼仪性兵器 半环形瘦首青铜月的出土 考古人员确定了这是一座曾国国君墓地 最后我又很兴奋 这个时候跳入我老鸡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曾国 这个曾侯跟曾侯有没有关系 叶家山墓地一共出土了140座墓葬和7座马坑 西州早期至少有三位曾侯埋葬在这里 一位是曾侯剑 一位是不知名的曾侯 还有一位是曾侯炕 其中曾侯炕墓是这片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它的长度达到13米多 宽度是10米 是这个墓地位置最中心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最大的墓葬 其实这座墓葬就是有个重大的发现 西边二镇台上是放的五件边中还是有序 当边中一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很兴奋 看到了这些边中我感到很惊讶 因为我知道叶家山墓地的年代是非常早的 它是西州早期 那么我所知道在西州早期 还并没有发现过五件族的边中 叶家山边中一族五件 中体厚重 其中四件为和瓦型 在此之前 西州早期出土的青铜钟数量最多也只有三件 叶家山边中成为目前发现西州早期数量最多的一套边中 就是说这个音从它起正到它的尾部 张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契月考古专家 叶家山边中出土后 张祥为每件中逐一测音 经过测试以后又把我震惊到了 全部能够测出双音来 构成了一个四声七音列 它是喇多弥索 跟我们通常知道的这个五声 他就唱一个软音 我的心情是第一个我不太相信 我只有凡尔夫问黄教授 这个是西州早期吗 这个编程上面就发现了有鸟文的这个 扯音的这个标识 这就是一个成熟的这个标识 所以有这个标识 过去都认为是魔王以后 也就是西州中期才开始出现的 实际上通过现在来看的话 在西州早期 一中双音现象已经相当成熟了 从叶家山的这个编程来说的话 就是把我们过去的认识提前了 提前到了西州早期 那么这个差不多有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这个编程出作以后 在熟时间对过去所做的 应有考古学上的一些认识的话 来了一个大的颠覆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让叶家山编程和长笛合作了一群 俄罗斯的民歌小鹿 我们听一下 叶家山曾侯目的的发现 不仅更新了西州音乐史 也解开了曾国早期的神秘灭杀 对外公布材料说 我们已经很缺席地判定 这个曾国就跟曾侯鱼 是同源关系 因当说是曾国考古研究的 也是重大突破 就把这个曾国向前推进了 大约五百余的提早到了西州早期 这就是郭建庙墓地 这个地方呢 就是侯和夫人为中心的一块墓地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已经回田了 就大概一平方公里的面积 一共发掘了一百四十多座墓葬 这个整个港地都是 方秦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 湖北省文武考古研究所所长 同时也是郭家庙墓地考古领队 2014年 早阳市郭家庙附近 据当地文物部门反映 发现有盗墓分子活动 为了保护文武 考古人员对郭家庙地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早在1982年 郭家庙附近就出土过增侯杨百歌 考古人员预判 这里很有可能又是一处增国墓地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 清晨清晨发掘清晨了 有比较大的一个车坑 我觉得当时古迹应该是20多米长 已经觉得很兴奋了 对我们把它清晨来说 居然有32米8 特别的中国来讲 这个时期春秋早期来讲 单从车坑讲也是最大的 最长的 车和马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车马坑的大小 也反映了诸侯国的军事力量 接下来带有曾伯齐 曾子泽等名闻的青铜器 大量出土 也使大墓初步确定为西周晚期 到春秋早期的曾国墓葬 这个时期的曾国军事力量 应该十分强大 考古人员在发掘墓葬 北侧的30号墓时 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我们在发掘过程 也发现了有些破坏 明显有倒洞 当然这个地方 倒没倒到底 或者怎么样 我们心里都没破 但是它很幸运的是旁边 在它的南边和北边放的 南边特别有十个边钟 当然它并没有拿 边钟出现可以说是 是整个国家庙这个港地而言 最大的一个收获 我就拿着那个竹片 就是我们考古发掘用来掏篱笆的 我掏了半天 里面啥都没有 那个钟腔里面的 啥都没有 这个不是零 这是钟 我就想到了 这个国家庙终于出边钟了 张翔老师就几乎他天天的 这种重要的发现 他肯定都盯在现场了 他肯定很高兴 他高兴坏了 当时呢 他用了我们当地的一句说法 我们当地那种大牌子的说法 叫胡了 胡大胡了 这种日子也能跟我讲这个事 就是因为确实很激动 郭家庙出土的石建边钟 是西中晚期到春秋早期时铸造 均为合瓦型 中体上有寿命纹饰 经过测音后 他给了考古学家更大的惊喜 这个的的确确 这个是实际上我很惊奇 出现了过去 边钟里面不存在的那个音 伤音 就是Rai这个音 我们发现的这个有伤音的 完整的五声音界 通常都是春秋中晚期出现的 在边钟上面出现的 我们如果是从多开始排列的话 就是多Rai Mi So La 那么我们传统音乐 我们叫它什么呢 工商觉之语 这就是我们传统音乐里面讲的 五声音界 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 是用这个国家庙山上物中演奏的一曲 茉莉花 连续的Rai In出现 说明春秋早季 Rai In的加入 已经使 边钟的音乐 变得更加的成熟了 这就是一个跨度 一个音乐的发展历程 就是相当于 从叶亚山 那个我们以前常见五音不全 也就到了五音起背了 五声起背了以后 编钟它在过去作为一个主要以节奏为主的乐器 变成了一个负责演奏旋律的这样的一个乐器 正式开启了 中国音乐史上的歌舞时代 国家庙出头的边钟 成为迄今为止 我国考古史上最早能发出伤声的边钟 从西周早期四音边钟 到春秋早期五音齐背边钟 再到战国时期 能与钢琴媲美的曾侯仪编中 曾国考古 犹如撰起了一部新琴编中的发展史 至少有五个到六个大幕里面 都出现了珍贵的音乐移层 构成了一个700年的一个礼乐制度的 移层的一个紧扣一环的这样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就很好的解释了 曾侯仪编中的这个辉煌成就 是由几百年的集电而形成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 现在您看到的是我管的镇馆之宝 曾侯仪编中 曾侯仪编中是数量最多 规模最大 铸造最精 音乐性能最好 保存最完整 所以敲击起来呀 对于声音 在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仪展厅中 陈列着牧主人 一万五千余件陪葬品中的代表作 由于发掘前未经倒扰 真实地还原出牧主人 曾侯仪生下的奢华生活 古时有美好寓意的同路角立鹤 工艺繁复的彩新木雕龙凤文盖斗 文仰繁入细腻的尊盘 完整书写二十八新秀名称的七奇异乡 先秦时期最重的惊奇 金展 展现了诸侯国曾国在艺术 技术 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 这些陪葬品中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 就是这组曾侯仪编钟 以编钟和编庆为主的礼乐器 主要在拥兵祭祀等仪式上演奏 表达人们对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 编钟在古代宫廷乐队里面 是叫众乐之所钟 其实它是一个引领的作用 统帅的作用 为什么 它是固定音高乐器 六十五件青铜编钟 从形制上分为三类 由四十五件永钟 十九件纽钟 和一件薄钟组成 永钟体型较大 悬挂在下层和中层 牛钟体型较小 分三组悬挂在上层 伯钟是曾侯仪编钟里 最与众不同的一件 它并不参与演奏 是楚王送给曾侯仪的礼物 中提正中 镌刻着三十一字的名文 大概意思是说 威王五十六年 从西洋传来曾侯已去世的复告 楚王专门铸造了一件薄钟 供曾侯已永世享用 在楚国历代君王里 再未超过五十六年的 只有一位王 楚惠王 强大的楚国送来如此厚力 这样看来 曾侯和楚国的关系 应该非同一般 那么 曾侯已编中的铸造技术 是否源于楚国 当时的曾侯工匠们 又是如何创造出 这个音乐史上的奇迹 2016年7月 武汉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复制编中的工作正在进行 自从1983年 曾侯已编中第一次成功复制 技术人员在多年的实践中 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这门技术 铜 人类掌握的第一种金属 从古到今 一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 特别在先前时代 铜不仅仅是一种金属 更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 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要是形象的时候 甚至可以讲 这个时候拥有一个青铜绝的人 可能比现在有一个法拉利汽车 会价值更高 或者是代表的一个等级更高 所以青铜锂在中国早期的这种发展过程里面 会得到一个特别的社会的重视 正是因为青铜的昂贵稀少 一个编钟上能演奏两个乐音 以最大限度地实现青铜的利用 成为工匠们注重的发展方向 在复制编钟的过程中 技术人员用现代的打磨手段 调整中壁敏感区包后来实现音高变化 调音师结合使用音律测试仪器指导调音工作 那么古代的工匠们是如何实现音律的精准 当时是以耳其其声 他们是用耳朵来辩解声音的 正后一编钟中成的三十三念中 中间它有重复的声音 我们就把这些重复的声音做比较 结果是让人吃惊的 有些同样的音距离是零音分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体会到 古人的不容易和他们的精彩 编钟的复制工作进入到课字阶段 技术人员将增厚以编钟上的名文 逐一复刻下来 经过古文字专家辨认 这套编钟的中体上 撰刻了三千多字的错经名文 详细地记载了先前时期的乐学理论 那么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就是讲到了 这一个音在不同的调里面和在不同的地区 它所应该叫的名称 我们先听听它的音响吧 这个声音就相当于现在C调的刀 这个C调的刀在楚国是叫一个名字 在晋国又是另外一个名字和地区 他们这个乐音体系的名称都在其中 这里面有三分之二的知识 是过去文献里面没有的 这些名文犹如一把打开增厚以编重音乐性能的钥匙 填补了先琴音乐史 论其专业性与完整性几乎等同于一部乐学大典 可是为什么这套边中的拥有国 曾国却不曾出现在任何史书上 中国古代诸侯歌剧战乱不断时期 一些边缘地区的诸侯国很可能因为国太小 被史学家忽略 从而没有进入史册 但是规模庞大的曾侯一边中 国家庙发现了巨大车马坑 叶家山挖掘的大量高等级青铜器 无一不再证明着曾国的强大 先前时期的曾国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这是我们随着叶亚坛整理基地 我们现在对2011年或13年的发掘文物 现在正在进行整理 这个是我们在对铜器进行踏片 就是把这个上面 青铜器上面的纹饰 把它全部用宣纸把它踏下来 随州叶家山共发掘出140座西州早期的曾国墓葬 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陶瓷器 积木器和玉石器 至少有三位墓主人身份是曾侯 那这是我们的库房 所有珍贵的文物都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看 来 这就是经过我们去秀处理以后的 所有的这个青铜器 在叶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中 考古人员在曾侯炕的一件方轨上 找到了曾国最早封国的线索 清理去秀的时候 结果在曾侯炕的一件方舟轨里面 发现了炕左列考南宫宝尊仪 九个字的名文 炕喊南宫为考 说明这个南宫就是他的父亲 这个南宫就是周初的和和有名的南宫库 这就是说把一个不介于经传记载的曾国 从历史上有记载的这个南宫库 联系起来了 南宫库是西州重臣 曾辅佐周武王兴州灭州 为了控制和经营南方 周王朝在汉水流域以东 分封了许多诸侯国 南宫库则被分封到曾国 驻守在南方 从地图上看 曾国正好被与周王朝输送边中原料 同袭的交通要道 曾国我们现在很确定地知道 它是当时联系周王朝和南方的中间 很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中转性的位置 所以边中在这个地方比较早地开始出现 我们看这个夜三的这组边中 雍中主要的是一个北方的一个乐器 那么这个钵呢 是南方的一个乐器 那么这一套组合呢 刚好就体现了北方和南方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融合 曾国边中源于北方的周文化 并遵循着西州已形成的边中双音结构和规范发展 随着南方楚国逐渐强大 楚文化的不断渗透 战国时期的曾侯以边中上 也吸收了一些楚元素 但是曾侯以边中不是楚中 相反 楚国文化的发展与曾国息息相关 曾国特别是早期 是周末王朝一个先见代表 楚国在跟他过程中尽管有斗争 但是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他们这个文化之间 就是说是以他为师 也不为过得早期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 周王朝与楚国长期不睦 作为周王朝嫡系部队的曾国 为何会与楚国有着深厚的友谊 为何史书中却不见他的记载 这几百年间 曾国与周王朝楚国之间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隋州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地出土的文物 在隋州博物馆的一间编钟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曾国历史的线索 这是文庚塔墓地一号墓的一号钟 这个墓主人是曾后宇 曾后宇是什么角色的 曾后宇是曾后宇爷爷辈的 这个编钟名文就有169字 其中记载的很详细的 就是在公安前506年 吴国攻打楚国 楚昭王被打败以后 这个中上记载就是逃到曾国 曾国保护他 这么一个历史过程 这个文献记载是跑到隋国 这个编钟上面记载是跑到曾国 就从这一点证明 当时的曾国跟隋国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这点中的历史价值非常大 隋州古称汉东之国 西州初期这里分放了一个诸侯国 隋国 左传记载 汉东之国隋为大 隋国曾一度成为汉东地区第一大国 引得楚国发出不得至于汉东的感慨 公安前690年 丑武王罚谁的时候 结果他实际上是在攻打谁国的路上 丑武王就在一个书底下休息 就睡过去了 再也没回来 但是楚国人力不发伤 这个时候给人感觉特别有气势 就想起来文献人讲到 那个时候 的时候他是可以跟楚国抗衡的 之后楚国逐渐强大 公元前640年 楚国终于攻破隋国 隋国成为楚国的附属国 到了公元前506年 吴国联合蔡国唐国进军 楚国一举攻破隐都 楚昭王出逃到隋国 隋国收留并保护了楚王 两国从此结下盟约 而相同的一段历史 出现在曾侯宇边中上 很重要的 也还是曾侯宇这个名文上讲的 就是伏定楚王 他是一件事件 这个东西我觉得更进入证明 中国就是谁国了 如果曾国就是隋国 那么按照年代推算 保护楚昭王的那位曾侯 应该就是曾侯乙的父亲 结合史书中关于隋国的记载 考古发现 打开了一条回到曾国的时光隧道 公元前1046年 周五王灭山后建立西州 西州初期 隋州叶家山一带 被分封为基姓诸侯国曾国 叶家山西州早期墓地的规模 和大量出土的青铜器 显示了曾国当时的实力 公元前977年 周叶王南征法楚 这件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以叶王死于汉水而结束 此后 周王朝失去了对江汉地区的控制 为了监视楚国的动向 作为周王朝南方前少的曾国 很可能受命从隋州叶家山 西先到离楚国更近的 早阳郭家庙一带 郭家庙曾国墓地发现的最大车坑 也证明着当时曾国军事实力的强大 而这个时期的曾国 也成为周人制度 和各国文化传播交流的中心 郭家庙一带 那个建造他在我们郭家庙 正在做的就是淘气的修复 这些器物都是郭家庙出头的 郭家庙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 这两个造型的陶鞋 这个我们叫河 河而起发现饼是转吃的 叫吃饼河 这个东西实在我们 不是我们中国的东西 这个器物应该是淮河流域 比如说皇国 就是淮河上流 包括安徽那一带 他们这个淮河流域 常见的一种陶鞋 郭家庙曾国墓葬中 出土了大量来自楚国 邓国 黄国 贤国等国的文物 这时的曾国不仅文化得到了吸收提升 编中铸造技术已有了长足进步 郭家庙目的出土的实践 邓中已经能够做到五音齐倍 邓中跟勇中和伯中相比 应该是一种改良型的中体 它集了前面其他中型的这种优点 包括双音技术 包括一些装饰风格 在后来的组合和调音技术上显现 它的制作水平 尤其在音乐性能的追求上 根据降息一些 湖北省博物馆的编中管理 正在进行编中表演 轻音铿腔明亮 与曾侯一编中一起演奏 金石鹤鸣相应声辉 曾侯一所处的年代 已经到了战国早期 此时的楚国 已经发展成雄聚一方的南方大国 曾国迫于楚国的势力 东迁回隋州雷古敦一带 已属于楚国的附属国 曾侯一编中正中间的伯中 是楚慧王送给曾侯一的礼物 慧王就是赵王的儿子 也就是曾国当时救了他的父亲的 所以他才跟他送一个宗给他 一个伯中给他 所以他们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 曾侯一去世后 为了报答旧父之恩 楚赵王的儿子楚慧王 不愿千里来送伯中 这件伯中与其他六十四件兵中 一起缠绵地下 也保留下先进典中 铸造的巅峰之作 从西州早期始封诸侯国 到春秋时期的军事强国 再到成为楚国附属国 考古发现 还原了增过七百年的历史 把这些文件结合起来 我就觉得 让我们的考古中 不经意中 就把它揭示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像 或者说叫我们的 背上了 所以就特别心情 很高兴 其实是 学家李学勤先生 很早就提出 曾国就是随国的观点 但是 为何一个国家 要有两个名字 就是为什么会说 文化是随国呢 我觉得随国 可能是当时都城名字 就像楚国人当时叫隐 就是楚国人 也有叫隐人的 也有叫金人 金楚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说法 可是文献中 这么使用是很正常的 从1978年 曾后一编中发现开始 关于曾随之谜的争论和研究 始终都在进行着 一直以来 随州并没有出土过随字明文的文物 直到文风塔 曾国目的中 随大自马哥的出土和随字顶的出现 又让这个话题成为焦点 过去我们认为曾国就是随国 是因为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历史文献记载是随国的这个随州 它一直指出曾国的亲同性 从来没见过随国的同性 所以大家就猜测 这个曾国是不是就是随国 后来在一个曾国的墨藏里边 出现了有随国的同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随州有一个曾国 也有一个随国 就是那可能是当时一个惯例 既用国家成也有独乘成 它就有时这个是就恰恰入了这个水 这个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考古 发展之后出现水 大家还是觉得 你那个增级的那个是不是不可靠 但是这看来是没问题的 说明确实当时既叫增也叫水 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历史状态和面貌 我们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那么水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已经看到了有水果同性的出现 所以将来再出更多的水果的同性 在我个人看来 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这个看的是很清楚 这两个直接 是吧 这个应该是很清楚 2016年7月 湖北省文武考古研究所 开始对金山苏家龙地区进行发掘 1966年 这里曾经出土国带增字名文的顶 50年后 考古人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掘 希望可以为还原增国历史 找到更多的线索 很多人会说考古发掘 经常会颠覆考古学家的这样的一些认识 我们现在要有待一些新的考古发掘 我觉得这次考古的魅力 反复在讨论 也许这个问题还得往后 再进行讨论 而且需要我们更多的 考古学家来证明它 请不吝点赞 讨论